Tryango 孫 亭颜 哎呀 我练了好久 第二阶 第三月上开始节目 真是很难死 那我们终于要进入到消邦了 是不是有些人其实是等这种曲子来的 我们可以先看看肖邦大概长这个样子 左边那张还行 右边是他去世前没多久拍的 所以脸色好像不太好 肖邦他本身不是一个身体非常好的人 常常吐血的一个人 不是开玩笑 他真的吐血 不是说我上各位课 跟这个没关系 我们通常会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肖邦的音乐呢 能不能给我几个形容词 什么浪漫 什么浪漫 诗情画意的 所以不是跟诗跟画意的关系吗 浪漫的梦幻的不一而足 那为什么肖邦的音乐老师要跟这样的形容词绑在一起呢 那身为一个曲式分析老师 那可能职业并要再跟各位解释一下 到底他做了什么事情让你有这样子的感觉 我们说浪漫乐派 我们说浪漫乐派浪漫时期 它就逐渐地突破了 突破了这个古典乐派的这种规矩的奏鸣曲式 或者是非常严谨的这些曲式 那它带入了一个新的元素在音乐的结构 以及内涵里面叫做诗意 或者是从画里面去截取主题 或者是由戏剧的情节来截取一些主题 来操控它的节奏 来影响它的结构 例如说古典时期有交响曲 浪漫乐浪漫时期就有交响什么 你们还知道交响诗很好 那像交响诗就是一个戏剧情节 或者诗意像佩托拉克十四行诗 才影响曲式结构的一个最好的例子 但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 肖邦呢其实他 简而言之他只做了一件事情 就让你觉得他非常的梦幻 他非常的浪漫 他做了什么 就是呢他话常常不讲完 什么叫做话不讲完 我不要再弹那首摩扎诗好不好 那段最后是什么 他一定就是疯狂跑动一次之后 一个中指式很明显的中指式告诉你 哦我这段话讲完了 我下一段话要开始了 那肖邦呢像这首是F小调的叙事曲 他的前奏是这个样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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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了什么话 他的主题 如果是莫扎特 你会怎么做 是像这样 这是莫扎特 那肖邦怎么样 他把这个主题重复三次 再一次 消失在空气中 然后 他的第一段主题才出来 他真正第一主题才出来 这种 我们从现代的那种 美术编辑的效果来说 这个叫什么 扶水印 或者叫什么 淡入淡出的这种 电影的手法 其实就是肖邦音乐 他很常常做的一件事情 他每一段 你待会听他每一首曲子 他这首曲子的每一个乐段 他到最后 他发展到高潮之后 他没给你一个结束 然后最后就消失在空气中 会进入到下一段 所以肖邦的音乐才总是与诗意 浪漫 梦幻 绑在一起 因为梦的逻辑 是什么样的逻辑 都有做过梦吧 梦的逻辑 会把一出戏 从中到尾 赶紧演完 非常地逻辑性 没有 他都是 你好像在雪地当中奔跑 奔跑到最快的时候 忽然 场景变了 你在松树的顶端 寒冷的风这样吹 一个不小心你往下掉 你去沙拉沙漠里面 这个梦有点极端了 就是说梦有是没头没尾的 这样一个镜头又一个镜头 淡入淡出淡入淡出 所以肖邦的音乐的结构 其实就有这样的特质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曲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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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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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